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同时开始了艰辛的社会转型过程 并从此只守相望 心心相惜 俄罗斯唯一的选择就是做强国 八年前 普京的这句话言犹在耳 如今 随着他行将离任 俄罗斯已然忠心在望 不过 俄罗斯的转型依然充斥着众多不确定性 但不确定性却正是转型的魅力所在 作为曾经拥有相似的计划体制的国家 我们关注俄罗斯转型 关注普京时代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意义 关注俄罗斯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 当然是希望以此对中国有所体敌 谁又能说俄罗斯不是中国最好的参照 希望关心大国转型的读者 能从秦辉先生的文章中有所发现 评价普京时代 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 经济高速发展 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 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 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 都值得研究 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 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 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 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 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节 转向新苏共了吗 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 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 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 会产生猜疑 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 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笔者认为 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家明显是一厢情愿的 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的说法 普京为纪念魏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 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敦上的福尔加格勒 恢复为斯大林格勒 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 说普京重敬斯大林了 其实英雄城市石敦是个历史纪念标志 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 例如众所周知 列宁格勒聚变后已经改名 可是石敦上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并未改动 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 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 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 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 难道石敦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他们很有主权? 同样石敦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 更与今天的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 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水学著作 也没有把它改成福尔加格勒战役 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 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 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 这与重敬斯大林了不相干 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 不仅把城市的宪明改了 连历史上命名为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 这本身就很荒唐 这种否定一个人就是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 恰恰是旧时的传统 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 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 只是恢复常识 而选择为国战争逢时纪念日来做这件事 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 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 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 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 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 尤其在1930年代 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 随着大人物的书心书灭 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 最多的巴尔塔帕鲜斯克市 经俄罗斯卡拉恰伊 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 甚至三年间肆意齐名 两个民主 苏里莫夫与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 以至于人们常说 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 1990年代剧变后 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 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 毕竟理性多了 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爵 结果并不一样 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 如耶利欣时代 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 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救命 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 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 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 巨变后这十多年来 在联邦体制下 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 但一些州政府早在伊利欣时期 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 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巨变时 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 如列宁的故乡 新比尔斯科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科 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 唯独斯大林格勒 尽管从2002年起 左派占优势的富尔加格勒州杜马 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 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 他说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 会产生猜疑 谁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 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 今天的富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 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30多个城市 以斯大林命名 迄今也无一恢复 而如前所述 这些年 左派复明的努力 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 斯大林城虽未复明 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 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 除了小数左派 真的是基于斯大林主义 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 秩序和保障 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 因而出现怀旧 这并不奇怪 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 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 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 俄罗斯古燕说 死人都是好人 如果忘掉秘密警察 大清洗 打饥荒 肃反 古拉格群岛 那个时代无疑有之的怀念之处 但是关键恰恰在于 由于俄国体制近十年来的根本改变 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 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 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 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 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 至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 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 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 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 也许比叶利钦时代爱多 但投共产党票的人 却明显比叶利钦时代更少 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 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 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鼎礼膜拜 那他甚至也许更有利于 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 加引号的倒退 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 而是向右倒退 不是倒退回苏联 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 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 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 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 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 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 2006年以来 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 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 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 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 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助寿 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 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 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 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 更有甚者 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 学习索尔仁尼琴的住宿 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 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 国内有媒体说 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 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 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 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 当时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 他在叶利钦时期 也的确有过金不如稀之论 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 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 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 而斯大林不如沙皇 倒是他的一贯思想 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 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 俄罗斯民调查就是如此 据说在这则民调中 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 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 远不如彼得大帝 则被忽略了 其实这些书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 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 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 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 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 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 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 《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学习材料 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 普京的智库首领尼克诺夫则宣称 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 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与此相反 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 亚弗林斯基则反驳说 二月精神是不朽的 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 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 但他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 看来在这场争论中 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 亚弗林斯基是非主流 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 都与肯定的额共声音 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 普京 尼克诺夫 与索尔仁尼琴 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 其理由恰恰在于 在他们看来 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 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 这个潘多拉之河 而这种看法 其来久矣 早在1970年代 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 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 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 自由民主道路的 撒哈罗夫 与主张远离西方 回归东正教的 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 后来索士穷晚年20多年经历 写作多卷巨著 红轮 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 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 启蒙与革命邪恶 而要俄罗斯人 在东正教中 寻找救赎的主张 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 二月革命反思路 就是这部剧著的提要 可见 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 纯属无稽之谈 几十年来 所示的这种思想 只有不断深化 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 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 得到解释 事实上 如今西方强烈批评 普京时代俄罗斯 民主倒退 而俄共却指责普京 比叶利钦走得更远 这两种说法 恐怕不像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矛盾 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 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 的确倒退了 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 而是向右倒退 不是倒退回苏联 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 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 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而这在叶利钦时代 实际上就已开始 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 所以俄共说普京 比叶利钦走得更远 也没错 当然 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 精明政客 普京有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的本事 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 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 类似于红轮的那种 斯拉夫保守主义 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 沿用了沙俄的称呼 即国家杜马 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 而且从未采用剥削权力的手段 来排斥反对派 尽管有缺陷 今天的俄罗斯 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 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 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 毕竟都是倒退 早在20世纪初 沙俄总理大臣 著名改革家 维特伯爵就指出 尽管当时红帮 即左翼暴力组织 与黑帮 右翼暴力组织 是不两立 其心理状态 与行为规则 却极为相似 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 沙皇时代的富外专制 远不像斯大林鼓动 结局斗争的专政 那么严酷 但无论在西方 还是在俄罗斯 拥护民主的人们 毕竟不会满意 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 如果想的话 又真能倒退到 那种状态吗 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 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 就已经明显可见 且不说新俄罗斯的 标志性符号 国旗国徽来自沙俄 一些制度安排 也有沙俄特点 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 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 的主张有益 本来在俄国历史上 沙俄的议会叫杜马 俄语原意为思考 共产党时期的议会 叫苏维埃 俄语原意为协商 两者都出自古俄语 而从19世纪初的12月党人 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 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 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 都是源自西方的外来词 立宪会议来称呼 这种用词的不同 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1917年 二月民主时期 临职政府 颁事解散杜马 召开立宪会议 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 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 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 莱夫羌驱散了近百年来 俄国最优秀分子 为之奋斗的梦想 以挨到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聚变后 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 自然不叫苏维埃 但也不叫立宪会议 而引用沙俄的称呼 即国家杜马 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 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 显然 这时的宪政法统 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 共和民主临时政府 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 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 今天仍言用 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 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 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 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 因此俄罗斯的民主 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 与当时多数中多转轨国家也有差距 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 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 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 因此他与沙俄的杜马 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涂商的 最高苏维埃 还是有质的区别 我国学者曾指出 沙尔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宪主动权 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 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 而现在正相反 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 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 总统虽强 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 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 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 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能实现的责任内阁 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 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 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 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 而1990年以来 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 与总统经常对立 但却从未被解散过 另一方面 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 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 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 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 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 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 土地所有者一票等于企业主三票 等于农民十五票 等于工人四十五票 苏联时期则反过来 工人一票等于农民六票 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 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 一人一票的浮选值 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 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 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力的办法 把第一二届立写民主党杜马 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 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 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 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力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 1919年819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力 但那时还没有杜马 在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力 总之尽管有缺陷 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 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他用一句老话讲 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 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 到了普京时代 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 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 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 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 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 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 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 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 分别组建中左与中右力量 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 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 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 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 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 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 十年以后 在社会区域稳定 人民情绪区域和平的条件下 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左 人造中右 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 通过提高议会门槛 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 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 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 然而 人造两党之外 真正的反对派仍然拥有很大空间 其实 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 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 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的斗争 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先斗角强得多 不平等的竞选 毕竟也是竞选 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 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 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 但1990年代以来 俄罗斯已经开放暴进 而民营媒体在管制 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 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暴人的事件 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 但从另一方面讲 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 控制饭碗 撤换记者 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 以至于不得不头头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 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 反对党的宣传不多 但街头演讲 辩论 示威不断 竞争气氛 仍然很浓 政权党也可以说是权力以赴 不敢掉以轻心 总之 他用一句老话讲 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 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 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 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 个案性的 当然 应该说叶利辛时代的私有化 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 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 俄罗斯一向很保守 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 如通过了叶利辛时代 长期搁置的土地法 进一步放开地权 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 尽管由于民主倒退 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不公平色彩 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 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 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 因此 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 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 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 已经是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 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 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 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 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 普京的许多倒退 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 具有摸指石头过河的特点 并不是一以贯之 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 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 在尤科斯事件的问题上 与普京闹翻而离去 现在他颇有声望 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事 至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 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 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 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 皆不可能发生的事 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 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 所谓倒退 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 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 在梅花三弄之后 却又出乎意料地 启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 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 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 则尔人指出 普京在任期后半段 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 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 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 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 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 晚年会故意示蒙 而使继君能够以宽视得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 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 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 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 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 但起至今日的成就 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 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 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 而不会改宪加冕 但又要继续从政 而不会归隐山林 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 曲线复辟 没开二度 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 当议长 当党魁等选择 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 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 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 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 是强总统 弱总理 荣誉归总统 倒霉归政府 总统弄权 总理担责 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 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 作为接班人 如果本来就是为了让他就地还钱 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 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 而为自己没开二度铺路 那风险就相当大 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 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 回之急去吗 在已有的规则下 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 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 如果干得不好 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 当然 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 变成强总理弱总统 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 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 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 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 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 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 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 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 为普京背黑锅 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 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 倒是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 按巨变以来16年的惯例 俄罗斯总理总要对国民经济负责 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 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 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 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之下 曾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 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 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 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 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 以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 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厚勁不足 将面临一个大规模的资本更新周期 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 风险确实不小 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 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 也只能妄媒之可 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 都按现有状态持续 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 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终止或弱化 俄罗斯经济目标的乐观形势 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 在这种情况下 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 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 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 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 特别是后一项改革 不改不行 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 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 恐怕就要终结了 到时不但反对派会成绩打民主派 连自由派总统 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其实不只是普京 不光是俄罗斯 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 强力控制下的大国 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越是强力控制 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 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 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 固然毫不奇怪 民主化失败 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 最终呼吁出一位铁腕人物 建立新的强力控制 也极有可能 但是尽管帝国后裔正中 金不如锡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 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 却几乎没有 我国民初混乱时代 金不如锡的怨声不绝 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 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 1917年以后的俄国 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 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马氏危机的混乱中 产生新强权 史上不发其力 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 以此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 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 较之于前清 魏马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 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 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 较之于沙皇 道理很简单 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条件下 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制来结束混乱 而打算重新系齐铁腕的话 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 又要粉碎其他铁腕寄予者的竞争 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 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点 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 来既避免民主前途 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 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 传统强权方向相反 例如传统弱势右翼专制 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 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 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 对外输出革命 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 德国的魏马共和国之后的纳粹集权 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 与魏马前的普鲁士荣克贵族政体大一起去 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 与以前的沙皇专制 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 与前卿的专制之反向 更是众所周知 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 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 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 考迪略主义 与民粹强权 避隆主义的更替 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 而历史上已经日暮穷途的旧强权 即便能复辟 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 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 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 今天东欧民主制下 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 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 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 乃至张勋支持下的 溥仪真能复辟帝制 其君主立宪的程度 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 而专权程度 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想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 王豪里说 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 毕竟是在21世纪 不太可能魅于天下大事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 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 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 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 也不算典型 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 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 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 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 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 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 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 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 由俄共来重建专政 应该说既无可能 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 事实上 今天越来越多的对普京打民主牌的俄共 将来即便会上台 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 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 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 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 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 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蒂利 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 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 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 至少也更温和 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 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的言论 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亲斯拉林 无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 不太可能走得很远 王好理说 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 毕竟是在21岁级 不太可能魅于天下大事 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 虽然一贯批判稀化 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 相反 他为民主所做的贡献 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其他怪论而消失 2004年 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 1990年代初 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 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 他们做出了最后的 我还想再强调一下 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 决定实行民主 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 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 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 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 那么往坏里说 在目前的情况下 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 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 尽管普京还不老 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 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 不太可能改变 而在太平年月 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 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 当然 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 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 但是 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 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 最大的可能仍然是 发展而仍有击毙 危机但不知崩溃 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 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 似乎处于巨变以来的低谷 但既然连九加诺夫也认为 自由主义反对派与俄罗斯有益 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 俄罗斯民主翻船 与时之心逆转的最大风险期 还是在伊利钦的混乱时代 这个坎过去了 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 还会有坎坷与反复 但最大的问题 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 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的发展 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 或摩斯子祭的印度那样有特色 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 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 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十个月 就被来福枪驱散了 相比之下 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 转轨的混乱 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 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太顺了 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 还有倒退 但毕竟存活了16年 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 正如普京所说 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 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正确总结经营教训 寻求代价更小 既避免帝国解体 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 是非常必要的 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巨变 说成伟大的新纪元 而和平的巨变反而是亡国齐祸 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 与之相比 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 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 到更容易理解 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 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 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 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 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 历史也将继续进步